望线,令人见爱,第三集,就是那圈套住物品,套中什么那个东西,就是你的了,线线可以玩吗?可以,蓝湛帮她拿着花灯,自己跟她说了一下怎么玩,这小家伙一点就通,套了两个玩偶,看她玩得开心,蓝湛也跟着开心。 蓝湛让人把这些东西送回云深不知处,而后再陪着她继续逛着,没逛多久,小家伙累了,蓝湛把她背起,魏英扶在她宽厚的背上,笑得一脸幸福。 夫君,我在,夫君,我在。 句句问答皆有回应,真好,夫君遇见你真好。 夫君,献献明天早上想吃你做的芋头酥还有小米甜粥。 好,明天夫君给我的献献做。 夫君,献献还想习字读书,想学夫君的乐器。 好,夫君教你。 夫君,献献好像有点喜欢你了,你可以等等献献吗? 等献献学会怎么爱你好不好? 好,无论多久,夫君都陪着献献。 蓝湛听着背后的人笑声,也跟着温柔一笑。 献献,无论多久,夫君都会在。 所以不仅我们有一辈子慢慢学,蓝湛背着魏英慢慢地走回家。 小家伙在他背上舒服地睡着了,他温柔一笑,放慢脚步慢慢走,怕吵醒了小家伙。 到了山门处,魏英醒了过来,他怎么睡着了? 夫君就这样背自己走了那么久吗? 夫君,献献醒了? 夫君怎么不叫醒献献? 你这样背着献献走了多久? 献献很重的,快放献献下来,不能再让你累着了。 夫君喜欢背着献献啊。 献献不喜欢夫君背你吗? 喜欢,可是献献不想夫君累。 背着献献,夫君不会累,只会高兴。 为什么? 因为献献只能是夫君的,只有夫君才有这个机会背你啊。 是别人没有的。 魏英听完他的话,幸福地笑了,蓝湛听到他的笑声,也跟着高兴抱吻了。 夫君要被我的献献回家咯。 嗯,回家。 回到竟是蓝湛帮他沐浴更衣,而后把他抱到床上,亲了亲他的额头献献,先休息。 夫君待会就回来了。 魏英点了点头,看着他离开,把手伸出被窝摸了摸额头,温度还在。 这么好的夫君是献献的,这不是做梦呢。 蓝湛喜说好,回来看到床上幼崽一般的人,怕是还未完全相信吧。 线线,魏英转头看到未竖发的夫君,全身都散发着温柔,魏英不由地看吃了。 夫君真的好好看啊,比线线好看。 蓝湛把鞋脱了,在他身旁躺下,把他抱怀里,而后拿过一旁的被子盖好。 线线,该休息了,不然明天起不来吃夫君做的芋头酥和小米甜粥了。 魏英赶紧闭上眼睛休息,蓝湛看着这般可爱的人,不由地紧了紧抱着他的手,亲了亲他的脸,晚安。 我的宝宝。 魏英被一阵香味弄醒了,他现在越来越迟起床了,可是夫君没怪自己,反而责怪自己怎么醒这么早。 蓝湛看到床上的人醒了,上前把他抱起,帮他洗漱穿衣。 树发,魏英这些天被他照顾得什么都不会了。 线线,待会吃完早膳,夫君叫你读书习字可好。 好。 蓝湛看着他胃口极好的,吃了很多满意的笑了,再过不久他的线线就会肉肉的了,这样就更可口了。 卫英被他的眼神吓到了,夫君这样的眼神就像线线是块好吃的肉肉。 夫君是饿了吗? 卫英看着他未曾动过筷子夹东西吃,他真是粗心,只顾自己吃,夫君对自己那么好,自己都不会照顾一下夫君。 他连忙成了一碗粥放在他面前,又加了些夫君爱吃的点心放到他碗里。 夫君,你也吃,不够线线再去煮给你吃。 蓝湛回过神来,他的线线还不懂呢? 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也是个甜蜜的折磨呀。 卫英更加害怕了,夫君不会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吧? 难道夫君喜欢吃人肉吗? 可是,线线没有多少肉啊? 不好吃的,怎么办? 线线 不可以这样的,夫君对你那么好,吃你点肉怎么了? 夫君,你喜,喜欢吃什么? 线线,线线去煮给你吃。 看着他这般蓝湛难得地想捉弄一番这小家伙了夫君想吃, 卫英咽了咽口水时,什么? 线线,夫君真的想吃线线,可是线线不够夫君吃饱啊。 怎么办? 蓝湛不再逗他,把他抱怀里傻,以后夫君再慢慢教你, 线下先吃早膳,吃完了,夫君教你读书席字。 好,蓝湛教他怎么研磨,握瓶后,找了一本字帖让他临摹, 自己则在一旁拿起账本看着。 卫英看着桌上自己写的字,好丑,不过没关系,自己一定能写好。 卫英拿着十张自己精挑细选出来的字拿给夫君检查, 看着他这般紧张的模样。 蓝湛把手递过去,卫英顺势把自己的手递过去, 以为他要打自己手心,不曾想被他紧紧握住。 线线很厉害了。 第一次写都可以写得这般不错,再努力就可以写得很好看了。 得到他夸奖的卫英满足地笑了,为了不让夫君失望,他会努力学习的。 这时有人来通报,有事找二公子商议, 蓝湛摸了摸他的头献献自己去找小兔子玩, 待会夫君就去找你可好。 好,门外的人看到卫英出来,对他行了礼,卫英点了点头, 他还是不习惯有人这般对他。 那人看着他走远,这才进去,卫英坐在地上抱着小兔子, 小兔子在他怀里舒服得快睡着了。 小兔子,小兔子,你说夫君怎么这么厉害啊? 什么都会,不像线线,笨死了,什么都不会。 他突然把小兔子抱起,面向自己线线可以学的, 就是不知道夫君会不会等等线线。 来寻他的蓝湛,听到他说的话, 这小傻瓜,线线,夫君,你忙完了? 蓝湛朝他伸手,卫英把自己手递过去, 而后被他紧紧握住,夫君接我的线线回家了。 嗯,卫英端着刚刚做好的桃花酥,准备去找夫君, 这些天夫君很忙,可是都没有忘了把自己照顾好, 自己没什么能为他做的,就为他做些桃花酥给他吃。 卫英来到书房外,正准备进去, 听到了叔父和夫君的谈话, 卫英不知道他怎么回的静食。 他一直都知道夫君很优秀, 不可能只属于线线的, 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失去了吗? 他现在怎么这么坏了, 想要独占夫君了呢? 心里不舒服,好难受啊, 快痛死过去了。 忘记,我知那孩子不易, 你多疼他些,我可以理解。 可是不能无后,忘记答应过他, 此生为他一人足矣。 你,是那孩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不成, 怎么就这般冥顽不灵, 我没要你休憩他, 只是要你在那一切留一个后。 不是还有兄长吗? 而且,线线从来不会说这些。 他来蓝氏这几个月, 都是小心翼翼, 未曾贪心, 索要一份不属于他的东西。 线下才慢慢好起来, 不再对忘记小心翼翼, 是忘记答应过他, 不会负他, 只要他一人。 你, 叔父, 如若无事, 忘记告退。 蓝湛走到门口转了身, 对着蓝启人行了大礼叔父, 忘记敬重您, 让你掌管蓝氏, 如若您感动献献, 忘记不介意让您安享晚年。 说完转身离开, 蓝启人被他冰冷的眼神吓到, 跟他的父君一样, 跟自己的兄长一样, 杀伐果断, 即使有了软肋, 也不会让人有可乘之机, 抓住软肋威胁到他。 蓝湛走在路上, 叔父怕失望了, 线下蓝氏可是听他的, 不过自己敬重他才让他管蓝氏。 线下倒好手伸太长了, 最好不要伤害到现线, 不然自己不介意大意灭亲。 蓝湛提着石盒回了镜时, 却没有看见现线, 蓝湛把石盒放好, 出门去寻他了。 走到后山兔子堆里, 果然看见那个缩在兔子堆里的人。 线线是夫君的声音, 卫英连忙擦干眼泪, 站起身来夫君, 你忙完了? 蓝湛看到红肿的双眼, 跟个小兔子似的, 这是怎么了? 蓝湛上前把他抱怀里, 线线怎么了? 可以跟夫君说说吗? 被他抱入怀里的卫英, 刚刚止住的泪又落下了, 这么好的夫君, 这么温柔的夫君, 这舒服的怀抱以后, 都不能只属于自己了。